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今天是2月18日 星期四 也是年初七人日 大家都生日 首先要恭祝各位益友生日快樂 身體健康 正如姜濤所說 身體是革命的本錢 所以一定要保重好 這一節我們就跟進澳洲方面的最新情況 有兩宗消息要和大家分享 第一宗消息就是澳洲鐵碗立法 打擊科技霸權 朱克伯格竟然是頑抗 而且還要封殺所有澳洲媒體 令當地政界為之震怒 第二宗消息就是澳洲有政界中人聯署 要求立法 禁止社交平台胡亂禁言 在說之前也要呼籲各位益友 記得免費訂閱我們的頻道 以及把我們的片段分享出去 近日有些混蛋不斷含血噴人 肆意攻擊我們這個頻道 甚至乎又罵我們是五毛黨 實際上是想借頭借腦想把我們避免聲 希望大家會繼續鼎力支持這個節目 使得我們可以繼續在這個平台上發聲 我有時候有些事情都看不過 不過我也想留在直播才說 有些人經常開口埋口 就把手足這兩隻字掛在嘴邊 高舉不分化不割蓆 其實最喜歡搞分化和割蓆的就是這個人 上年的10月 就瘋狂地攻擊黃之鋒 又說人家濫權 人家根本沒有掌握任何公權力 這樣也可以說人家濫權 然後還說了一大堆難聽的說話 無非就是要將人家污名化 去到昨天這傢伙更加瘋狂 將中早康都說成為中共派過去攻擊他的人 中早康是哪一個呢 來生不做中國人這本書的作者 他也變成了中共的人 然後有一名已經準備要入冊 現在就等候判刑的抗爭者 已經是認罪了 這樣也可以被他冤枉為五毛黨的 上了他的五毛黨的名單 所以希望大家真的要警醒一點才好 大家聽節目還聽節目 千萬不要過度迷信某一個KOL 尤其是就是全家產王世澤 因為煩惱哪一個批評過他的人 他都會想盡辦法去冤枉他 是收共產黨錢 或者是五毛黨 哪怕是完全沒有證據是憑空想像是獵造的也好 甚至乎有些抗爭者都已經是坐牢的 都可以被他冤枉為五毛黨的 純粹是因為批評過他 當然有些享負盛名的 比如說黃之鋒 他冤枉不了 他於是乎用一大堆難聽的說話 將別人批判到體無懸夫 所以這些賤人哪有資格說 不分化不割蓆才行 最喜歡搞分化搞割蓆的就是這些小人 所以希望大家會繼續鼎力支持我們這個節目 不要給這些垃圾滅聲 講回今天這個話題 澳洲國會將會在下星期審議一條新法 這條法例規定了 所有科技企業 必須向澳洲媒體支付一份費用 同時限制了 那些社交平台 或者是搜尋引擎 他們轉換演算法的頻密程度 所以這條新法可以說是一石二鳥的 一來又可以保障得到澳洲的媒體 可以永續地經營下去 因為那些科技企業 其實真的賺很多錢 在他們的手指拉漏了一點 就已經使得很多媒體 可以有足夠的營運資金 至於第二個就是保障得到澳洲的新聞自由 因為這條新法限制了 他們要在修改演算法之前的14天 通知相關的澳洲媒體 即是說 就算有一宗新聞出來 比如說是很轟動的 那些社交平台是想 把這宗新聞壓下去 起碼會有14天的緩衝 對於一宗新聞的發酵 其實已經很足夠了 如果那些科技企業是不遵從的話 那會怎樣呢 就是會面臨罰款 那個罰款其實都很金 就是他們那一年的收入的10% 所以按照他們就不會冒這個風險 所以澳洲立這條法例 可以說是 澳洲一小步 人類一大步 亦都會垂犯國際社會 歐盟準備都會跟隨 好了 說回澳洲的情況 現在Google 已經作出了讓步和妥協 先後跟多家的澳洲新聞媒體 簽訂了一些協議 向他們支付相關的新聞費用 根據報導所說 有7家小型媒體公司和相關網站 以及一家的地方報紙就跟Google簽了合約 比如說 有一家叫做 Seven West Media 即是西部7號傳媒 每年就可以收取3000萬澳幣 其實對於一家經營媒體的企業來說 都相當不錯 亦都證明得到 Google之前在 喊到拆天又說要退出澳洲市場 我們早就說了他 這些只是在喊一下在拋浪頭 到最後他們怎麼會捨得放棄這個肥豬肉 怎麼會捨得放棄這個市場 澳洲其實都算是 一個很大的經濟體 全球排在第12位 所以是不能夠忽視的 市場 你說退出澳洲你還去哪裡投資 去非洲嗎 Google就肯讓步 但是Facebook的朱克伯格 出招來反制人家 那時候 他們就決定了不會進行任何妥協 亦都是不願意向澳洲媒體支付任何的費用 現在Facebook的辦法是怎麼做呢 其實就做到很絕 他們就限制所有的用戶 不能夠在Facebook上分享來自澳洲媒體的新聞內容 即是說大家現在去分享比如說SBS新聞台 或者是其他澳洲電視台的連接 你放到Facebook那裏就不能夠分享出去 他就是會作出一個過濾 他有一大堆網子 這一堆網子反正是連繫到澳洲的新聞媒體 就不能夠放到Facebook那裏 這個根本上就是在做一個新聞封鎖 但是現在他們為了避免落入澳洲新法的限制 他們就索性不把這些內容展示在Facebook上 他們就可以規避了 這些某程度上就叫做斬腳趾鼻沙寵 但是也很符合朱克伯格的性格 他這次不肯妥協屈服 就有兩大原因 第一他就是要什麼都賺到盡 他是不願意跟那些新聞機構來分享他的收入 莫說新聞機構 就算是一般的用戶 他都不願意跟人分享收入 所以Facebook現在越來越少的原創內容 周始都是那些 猛地轉載 或者是 Copy and Paste的內容農場 是不是經常左抄右抄一大堆 哪有人願意在Facebook那裏放一些原創內容 因為你都不肯向那些用戶支取相關的費用 你只會是慢慢乾堂 至於第二個原因就是 因為這個朱克伯格就是要鞏固和維持自己科技霸權的地位 他是不願意把一些權力下放 尤其是他現在搞這個社交平台 演算法就是其中一個 很重要的環節 他就是決定了 到底用戶打開手機app 或者打開Facebook網頁的時候 到底會看到什麼 現在澳洲就是做到一件事 想控制你們不能夠胡亂修改這個演算法 但是他肯定就不想把這個權力交出來 或者不願意凍結這個權力 其實都沒有交出來 他叫你不要改得那麼密 你改之前14天要通知人 他都不願意這樣做 因為他想隨時可以改 他隨時可以改的時候 這樣就可以控制得到 在關鍵的時刻 用戶看到什麼 或者看不到什麼 所以這個真的是其心可諸 他錢我覺得也是事小 錢就是賺得回 但是這個權力一凍結了 就回不了頭 所以他是不願意這樣做 問題就是 現在你規避得一時 就規避不了一輩子 因為現在澳洲立的這條新法 可以說是史無前例 其他國家都沒有曾有過 我都說 有些國家當看到 澳洲這個例子是成功的時候 他們肯定就是會爭相仿效 跟隨 因為一有第一個例子出來了 他有個先例可緩 你叫人做第一個很多都不願意 一有第一個其他就會跟 整天都是這樣 全世界都是這樣 好了 現在澳洲搞了 歐洲就想跟 真是好東西 歐盟的議員打算 仿效澳洲的政策 要求社交平台和搜尋引擎 即科技企業 要對於他們所使用的新聞內容 付錢 當然付錢的背後 同時也會限制了 演算法的更換 目前仍然在一個醞釀的階段 未曾說真正提案 但是我相信當人看到 澳洲立法是成功的時候 他們就會拍板去馬 尤其是大家經歷過在去年 美國所發生的一連串鬧劇之後 都會有所警覺對於這些科技企業 原來他們的權力是可以大成這樣 將一個總統 禁言 將一個總統所說的東西 屏蔽 其他國家會感到唇亡 此寒 當然暫時 這道火 未曾燒到他們身上 但是那些科技霸權的行徑 已經使得 很多人 有所警備 所以現在澳洲 走出了第一步 其他國家 已經有一些應變計劃 一旦澳洲成功的時候 他們就會跟進 我相信會這樣 好了 所以現在Facebook 他們說 禁止分享澳洲媒體 所發佈的新聞內容 你現在禁止澳洲 遲些如果歐洲也跟進的時候 你就禁止歐洲那些 這件事就會變得很不合理 是不合理的 所以你搞到最後 難道Facebook一個新聞都看不到 Facebook還有什麼存在價值呢 原來也接收不到外間資訊 現在Facebook在澳洲 其實是做得很盡 不單止澳洲媒體發佈的新聞內容看不到 甚至乎連當地的氣象台 或者是一些社會福利的部門 都被他們屏蔽了 看不到 分享不到 你做得那麼盡 遲早有一天 就會自食惡果 然後我們又看看另一單的消息 都是澳洲的議員所提出 所以澳洲 在捍衛言論自由方面 真的可以說是領先全球 因為你尤其是針對那些科技霸權 你如果不是進行立法規管的話 往往你掃諸道德 其實就等同於 浪費 現在澳洲的議員 在搞什麼 法例呢 聯署 要求澳洲政府 立法 禁止社交平台 對於一些合法言論進行審查 除非那些言論是很明顯地違法 比如說 為了他鼓吹吸毒 活該你被人Bank了帳號 你不准說這些話 但是如果純粹就著一件事 發表他的個人觀點 這些當然是不牽涉到違法的行為 但是Facebook往往就很喜歡越左代跑 總之他們覺得哪些言論看不順眼 就被人罵了 等同於某人一樣 一言堂來的 凡親批評他的內容 肯定不能出街 Facebook正正正在做這些事 所以是抵他被人罵的 現在澳洲準備 醞釀緊立的這條法例 我認為是好事 你不能夠掃諸法律 等同於有些左膠經常說 我就算不同意你的言論也好 我都要誓死捍衛你的言論自由 這些是說謊的 因為到有朝一日 真的發表了不同意你的意見的時候 他就會千方百計地想你滅聲 想你收皮 想你收檔 不准你說話 我們今天正在面對這件事 有些人都想我們滅聲 我們一定要抵抗 總之我們支持 我們亦有支持我們的節目 現在這群澳洲議員所醞釀的新法例 其實是很務實的 因為你搞到最後 言論自由 其實有一條法例來規管保障就比較好 如果你每次都說依賴社交平台 或者是科技企業去自律的話 去年在美國的經驗就 告訴大家 他自律就好地地 他不自律 他亂來的時候 其實也沒有人控制得到 甚至乎特朗普總統說過很多次 通訊規範法的第230條 就弄了一把保護傘給那些科技企業 現在都收不回 所以澳洲這一招是好事 本來對於立法規管批管物 我一般都不贊成 因為 你駕床碟屋多一條法例 就會變了剝削人民的自由 問題就是 現在這條法例 它不是剝削人民的自由 反而就是 規管那些科技企業 和社交平台 不能夠作出一些 無理的禁制和審查 反過來就是保障人民的言論自由 所以這些法例是值得來支持的 當然現在還在醞釀階段 搞了下個星期的新法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